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公公路障布竹山的故事 说公公打架打输了不服气 就一头把布竹山给撞断了 而这布竹山是一根趁天的柱子 天柱被撞断了 天便向西北方塌陷 地向东南方倾斜 天地就被撞歪了 同时呢 天也被撞破了一个大洞 地上便洪水滔天 人类处于毁灭的边缘 这时候女娲便下来练五彩石补天 把天补好了 拯救了人类 以我们现代科学认识来看 天就是头顶的大气层 顶多再飘几段水蒸气构成了云 再往高处 就是宇宙真空 这玩意儿还能像屋顶一样需要柱子给撑着吗 还能给脏破一个窟窿 而且破了后还能像补衣服一样给补上 并且烧个石头就能给补上 这些现在听起来大家可能都认为是个笑话 以我们现代科学的知识根本理解不了 不会有人相信 主要是现在还相信这些神话故事 大家很可能都认为它脑子有问题 但话还必这么说 如果大家看完我们的这个系列视频后 相信大家就不会再这么说了 相信到时大家都会有惊喜的发现 对我们这个宇宙和世界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不信的话 那就跟着我们的视频看下去 看完后您再下结论 如果说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球是活的 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相信 我们这一集就从这个话题聊起 我们先聊风水 聊聊诡异的清朝龙脉 说起风水 我们华人都知道 这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门非常神秘而古老的道家学说 有阳宅风水 阴宅风水 比如盖房子 显地基 居家摆设 家庭环境的布置等等 这叫阳宅风水 认为这些因素能够影响到一家人的命运 影响到家人的健康平安 财运等等 再比如老人过世了 为老人写墨地下葬 这叫阴宅风水 认为这些能够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命运 影响子孙后代的升官发财等 我们华人基本对这些都是很相信的 当然也有一些忠实的无数论者会认为这些是迷信 共产党依此自称自己是最坚定的无数论者 如果说这些是迷信的话 那共产党体制内的那些高官传贵们几乎个个都没信 他们平时坏事做的太多 经常跑过大明山寺院去烧高香求神拜佛 甚至偷偷抄佛经求神保佑 那些大官哪个家里盖房子或者盖政府大楼的 不请个风水大师到现场勘查指点的 哪个父母过世不请个知名风水大师给他挑快风水宝地来安葬的 这些都是公开的事 我们中国历朝历代都很信风水 尤其是帝王 风水邪中认为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龙脉 这个龙脉上有一处最重要的风水宝地称为真龙穴 如果隋家祖上的坟地刚好埋在了真龙穴上 那么这个家族就占有了这条龙脉 他的子生后代就会有人当皇帝 成为真龙天子 统领天下 所以帝王把自家的龙脉都看得非常重 像去年习近平大发脾气 亲自指挥拆除秦岭的违章建筑 在此之前他称六次下达指示 要整治拆除秦岭的违章建筑群 违章建筑拆迁 这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几乎天天都有发生 值得习近平亲自大动干戈 大发脾气吗 为什么他把这件小事看得这么重 他把自己当皇帝了 他就害怕伤了他家的龙脉 使他正船不跑 所以才这样 去年四月 习近平在视察陕西秦岭时 发表的讲话中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在讲话中大谈秦岭的风水和龙脉 在中国的重要性 所以说到头 他还是怕伤了他的龙脉 使他正船不保 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关于风水的秘密 我们后面和大家慢慢聊 我们先以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 清朝的龙脉为例 聊一聊龙脉的神奇之处 大清王朝的祖邻是永灵 永灵位于辽宁省 可能有的人去那儿留过也看过 我们先来看看永灵的风水位置 永灵背靠着启运山 面对着烟囱山 鸡鸣山是他的曹山 左青龙有右白虎 苏子河刚好从前方留个 二道河 挫草河 苏子河 三条河流 共同形成了山水入库之势 使龙遇水停而结穴 在此处形成了绝佳的风水宝地 成就了一处真龙穴 所以永灵是大清龙脉的真龙穴所在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有人站在烟囱山上向北望 发现联名起伏的启运山 共有12个大小不等的山峰 说来也怪 清朝刚好是12位皇帝 与启运山的山峰刚好对应 另外奇妙的是 青龙北虎 靖岸 这几座山距离永灵也都是12里 另外苏子河流过此地的长度 也刚好是12里 这些都对应了清朝的气数 与12有关 这难道是巧合吗 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吗 这其中最神奇的莫过于 启运山的12个山头 与清朝12位皇帝的完美对应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神奇的地方 启运山属于长北山龙岗山的鱼脉 山上陵墨昌玉 气势磅 有巨龙腾飞之士 是清朝的龙心之地 齐运山从头到尾 共有大小不同的12个山头 而清朝从清太祖 卢尔哈赤到末代皇帝溥仪 也刚好是12位皇帝 清朝的12位皇帝 依次分别是卢尔哈赤皇太极 这两位是入关前的两位皇帝 接着就是入关后的分别是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童治 光绪和末代皇帝 宣统 12位皇帝 我们从左往右看 齐运山的第四个山头 是所有山头中最长最高的一个山头 而所对应的清朝的第四位皇帝是谁呢 是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在位整整61年 也是清朝最仁厚最盛名的一位皇帝 也称为仁皇帝 康熙在位期间是清朝国运最鼎盛时期 你看看 他对应的山就是这12山头中最高最大的一个 这是早就定好的 我们再看看对六个山头 这第六个山头是所有山头中第二长第二大的山头 对应清朝的第六位皇帝是谁呢 是乾隆皇帝 大家也知道乾隆皇帝刚好是在位时间第二长的皇帝 在位60年仅比康熙少一年 从康熙到乾隆 开创了清朝最鼎盛的康熙盛世 而他们所对应的清朝龙脉 这两个山头 也是最长最大的两座山头 时间有限 这12个山头我们就不一一去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就挑几个代表性的去说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资料慢慢的看 我们在最后看一下第12个山头 也就是最后一个山头 这个山头是奇运山所有12山头中最矮小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山头就像一个小土包一样 而对应清朝的第12皇帝就是末代皇帝溥 大家知道朴仪三岁继承皇位 三岁当皇帝 在位仅三年后清朝就灭亡了 他只做了三年的皇位 他是清朝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皇帝 也是最憋屈的一个皇帝 清朝在他的手上灭亡了 从这些可以看出清朝龙脉其实早就定下了清朝的命运 而且一点不差 看一个朝代的龙脉 就能预知这个朝代的国运和气数 这可以说是很神奇的事 但这是真实不虚的 在中国古老的风水邪中 地球就是一个生命体流通着能量 风水邪中地球和人体一样 上面遍布着脉络有龙脉水脉 也遍布着穴位称为地穴 也就是风水宝地 这与人体完全一样 所以说在风水邪中 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体 它是有生命的 是活的 而且与人体相对应 相连通 相互影响 与人体时刻进行着能量交换 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风水邪中原与自然的关系 人就像地球这个巨大生命体身上的细胞一样 与自然是一体的 风水邪中认为地球上遍布着龙脉 这些龙脉中流通着来自宇宙高维度的能量称为气 它驱动着大地这个巨大生命体的运转 也驱动着大地上万事万物的生长和生命循环 那龙脉是什么呢 龙脉我们人类的眼睛看不见 它处于高维度之中 有些龙脉浮出了地表 对应形成了遍布地球表面的山脉 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部分 而有些龙脉潜入了地下 有些龙脉深入了大海中 这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部分 也就是说真正的龙脉我们人类看不见 它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是地球的生命机制 也是地球能量流通的那个通道 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龙脉 这个朝代的地域有多广 它的龙脉就会延伸到多大的区域范围 这个帝王就能统领多大的地盘 当龙脉的能量很强时 这位帝王在位时 国家就会很强盛 北姓生活富足 当龙脉能量很弱时 这位帝王在位时 国家就很衰弱 北姓生活艰难其苦 当一个朝代龙脉能量枯竭时 这个朝代也就会灭亡 刚刚我们说过龙脉扶出地表后 对应形成了地上的山脉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地上的山脉 来看清龙脉的形象 我们可以借助谷歌的卫星地球 来看看遍布地球表面的山脉 看到底像不像人体的脉络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 这些都是地球沙的山脉 我们借助谷歌卫星地球 浮世地面所能看到的 看看到底像不像人体的脉络 这最后一张图就是青永林的所在地 大青龙脉的真龙学所在 我们从谷歌卫星地球可以发现 遍布地球的山脉不但像人体的脉络 而且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些遍布地球的脉络 我们现在需要借助卫星 从高空俯视地球才能看清 而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知道了 这不属于人类的知识 这是不是高纬度的生命在远古时期 全数给人类的知识呢 中国古老的中医学认为 人体中遍布着脉络 脉络上遍布着穴位 而脉络中流通着维持人力生命 驱动人体运动的能量 气 这是中医中人体的生命机制 在风水邪中 地球这个巨大的生命体也遍布了脉络 龙脉中流通着驱动大地与自然万物 生长运行的能量 气 龙脉上还分布着许许多多的风水宝队 称为地穴 这些地穴就是地球这个巨大生命体的穴位 地穴是分等级的 除了不同位置上的地穴 聚集不同的能量 控制着不同的龙脉 地穴也是大地龙脉上面的重要的关卡 是龙脉能量的出入口 这和人体的穴位作用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地球和人体都是生命体是对应的 如果祖上的墨地 刚好埋在了地穴上 占据了这个地穴 那么他的子圣后代 就能获取这个地穴的能量 获取这个龙脉的能量 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 如果占据了真龙穴 那么子圣后代就能当皇帝 称而掌管龙脉统领大地 这是风水鞋中地球的生命结构 而这个结构 恰好与中医中人体的生命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在中华文化中 自然与人体是对应相通的 是一体相互影响 时刻进行着能量交换 而这些机制都是处于高维度之中的 是真实存在的 这些我们将在下面的视频中和大家详细探导 时间有限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更精彩的内容还在后面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好谢谢大家